9月7日,香港各界中秋探访团赴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传州军营慰问驻军官兵。 中秋探访团由香港工商界人士、演艺界明星和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学员代表等共约200人组成。 随着五星红旗被仪仗队庄严升起,中秋探访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军乐队以演奏中不停变换主题阵型的形式献上精彩绝伦的表演。 同回归之后的每一年一样,今年的慰问活动依然少不了驻军足球队与香港明星足球队的一较高下。 当驻军队最终以2比1战胜明星队,正在接受采访的香港明星队领衔陈百祥不禁发出感叹。 哎,好了,我的球队终于输了2比1了,几年来我都赢,终于我在这里他们就输了,我很高兴,那证明他们进步了,我赢了差不多20年了,现在他们赢回来。 陈百祥由衷表达了对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感谢,结合香港当下的风波,陈百祥表示,驻港部队在这里就是大家的定心玩。 从1997年,解放军住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军队是这里保护我们香港的居民的安全的,军队是对外的,我们香港的警察是维持香港本身的治安的,所以有他们在,我们感觉安全,是个感觉。 同样作为保留节目,香港珍藏车协会的多辆重量级珍藏车,当天也带着各自的故事,再度来到驻军官兵们眼前。 复古造型呈现出不同时代缩影,令现场不时发出赞叹。 当天下午,香港演艺界明星和驻军文工队在昂传州礼堂连昧线上文艺演出。 演出前,群力资源中心会长戴德峰博士致辞,居民同乐活动筹委会向官兵代表致送中秋慰问品,驻军首长上台接收并回赠了纪念品。 文艺演出期间,探访团成员与驻军官兵合唱了一曲《回归送》,共同表达对祖国、对香港的美好祝愿。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